刚才那个讲他是born muslim那个 他有问一个问题 我觉得有related to Casey 这个 他就讲说你觉得不是很不公平吗 这个non muslim跟muslim要结婚的话 就一定要进回教 这个问题我也是非常重的 所以就跟这个其实有related 其实简单的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对了对了 因为我们只能muslim跟muslim结婚 所以muslim你们想要跟谁结婚 那你们没有问题 你们没有大约几次 但是我们muslim我们有 所以变成是我们不能跟你们结婚 对了 不是你不能跟我们结婚 不是我们逼你信Islam 是我们真的是不能跟你结婚 你讲话了 如果真的要是要结婚的话 就要另外一方 去考虑要不要去宗教 然后去想 去真的去了解这个宗教 真的喜欢这个宗教 你就去要Islam 然后我们才去下一个阶段 就是结婚方面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Islam 就我们讲没有办法咯 只能做朋友咯 对了 对了 我们才讲没有缘分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有一次我在做tiktok live 我也是受过这个问题 他一直重复一重复问我 我就回答 我就给他一个example 我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example 我讲比如说 比如说 你真正来讲 如果 有一天Islam 让 non-Muslim and Muslim 结婚一起 所以你们结婚 然后哪一天 你看你的太太 一直每天就是要 缩辣 要搏色 你住北上 你不缩她每次这样做 而久了过 你会吵架 吵架为了什么 吵架为了宗教 吵架为了宗教 都不幸福 不幸福怎样 你觉得有happy ending吗 就是有happy ending咯 也就是说Islam 他有他的 为什么他不给 他有他的原因的 他有他的 reason的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 为什么为什么 这样我们就要去找答案了 我们要去问 有影目的人了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不能